現在看這段消息 中共對這些藝人絕不手軟 現在這個叫退席潮或者限席潮 首先見到謝霆鋒 是不是中共第一個向謝霆鋒開刀 甚至謝霆鋒和中共央視做一出戲給這些藝人看 我想大家看到這段新聞都知道 謝霆鋒本身就是中國人 已經申請退出加拿大籍 下面都說自己的香港出生 本來就是一個叫做中國人 已經申請退出加拿大籍了 現在看到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叫做中共央視 究竟是訪問謝霆鋒還是盤問謝霆鋒呢 你看到現在這些敏感的字眼 各籍竟然在這個訪問中這樣問謝霆鋒 謝霆鋒當然這樣答 難道謝霆鋒答 我要保留這個叫做加拿大籍的 那他這樣說 即是等於沒有得留下來 那謝霆鋒這樣說 其實現在發生什麼事呢 最重要就是說 你看到中共對這個特別的加拿大籍呢 是咬著不放的嘛 還要你看回 從這個叫做加拿大籍的外交官 一路到這些加拿大籍的藝人 基本上絕不守軟 沒有得留下來 就是現在你看到 就是這個謝霆鋒接受這個中共央視訪問 那麼這個中共央視訪問 之前一定要聯絡一下謝霆鋒的啦 那謝霆鋒都已經說過 已經嘛 已經申請了這個叫做 退出這個加拿大籍的 是不是就是說 這個中共央視聯絡這個謝霆鋒 那時候謝霆鋒已經表明 就是說可能這個中共央視這樣說 你上來我會問你這些國籍問題的 那謝霆鋒說 我已經申請了退出這個加拿大籍的了 那索性 謝霆鋒就上來 接受這個所謂央視盤問的時候 就做這齣戲了 是不是這齣戲叫什麼名字啊 這齣戲叫做殺雞儆猴 加叫做藝人逐個足 那現在真的逐個足了 現在看回呢 就說這些藝人呢 就是 一旦就留下 一旦留在中國裏面 就棄席 第二呢 就走老 就保席 那在乎呢 中共現在的市場值不值 你有市場的就留下咯 你好像說謝霆鋒那些 那樣 在加拿大裏面呢 都可以幾肯定的這樣說呢 那些白人基本上都不認識他的了 在香港呢 你問回現在的小朋友呢 基本上都不認識他的了 那謝霆鋒好像成龍那些一樣的嘛 他現在在深圳河爾北裏面 他有人認識他的 有人認識他的就有特權咯 有特權的 中共是很害怕這件事的嘛 很害怕你有特權的嘛 所以就搞你們咯 尤其是習近平上台之後 個人崇拜是崇拜習近平的嘛 不是崇拜你們的嘛 現在你說回第二個問題 因為謝霆鋒說到說他自己在香港出生 那所以就是叫做 本身就是說他所謂的中國人 那就是說 這個中共央視這樣問他 謝霆鋒這樣回答 這個叫做限制令呢 隨時殺入香港的咯 你看到香港裏面 我說的加拿大籍呢 號稱有三十幾萬人的 那就是說 所有這些這樣的 拿著外籍也好 加拿大籍外籍也好 你如果做這個藝人 現在這個藝人呢 表面上就是這些演藝界 那這個藝人呢 總之你為了錢 不擇手段都叫做藝人 那可以多分幾類呢 除了這些藝人之外 還有這些證人 這些證人就是從政的那些 即是叫做忠誠廢物 那第三就是這些商人 那這些商人呢 看回這些香港的忠誠廢物呢 他經常都說的嘛 這些忠誠廢物呢 他也拿著很多外國護照嘛 那外國護照經常都說背靠啊 這個中共 哇真是一世無憂的 即是等於當中共是水魚一樣的嘛 那這些這樣的叫做商人 亦都是不少拿著這個外國護照嘛 那經常都說商人無祖國 你給到市場我的 我就叫你祖國咯 你給不到市場我的 我就叫你祖頭咯 香港呢 就是這些這樣的地方 哇 聯合國那樣在那裡的 那很明顯這些這樣的地方 那這個叫做限制令呢 隨時啊 都要你在香港的二選一 那最緊要 現在中共裡面發生 除了這個限制令之外呢 還有那個中共限負令啊 那這些中共紅色資本啊 那些人呢 是為了保命保什麼都好 保安全都好 捐身家 那最緊要保後路啦 保後路你想想去捐收身家之後 你猜中共會不會放他走呢 基本上都不會啦 因為你捐了 你見到就是中國裡面 可以見到他那陣身家的 外面外國勢力那些還有的嘛 還有的 那些人都知道這些感境 這些黃色資本 都知道中共裡面怎麼運作的啦 那他將那些家眷啊 將那些親人都放在外面 那就是這樣的原因嘛 所以你中共 現在中共 說回習近平 現在習近平你真是 你真是猜不到一樣東西呢 他這樣 對這些這樣的婦人 這樣叫做共產啦 對這些藝人呢 這樣圍剿發啦 那他呢 又在上個星期四呢 竟然星期四哦 是不是 喂 那個名字都不會聽得死死聲 搞他就說這個叫北京證券交易所呢 就上市啦 那現在講到明了 這個北京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規則 並公開喔 公開徵求意見喔 這個叫徵求意見 那現在 就是說 去到這裏這個北京交易所想做大它 那人都知道 現在這個中國裏面呢 用人民幣啊 這個叫政經交易所呢 最主要有三個啦 一個叫深浸 一個叫上港 一個叫北京啦 現在是北京啦 加上香港都說 香港也有用這個人民幣交易的嘛 那之後又說 好似說 即更大量的人民幣 香港交易 那就是等於四個啦 香港呢 現在呢 變成了大灣區 這個叫金融中心 和這個深圳爭啦 那爭來爭去 那做那麼多東西 原來你中共 這個習近平 在北京又要開一檔東西 這檔東西 就是 很明顯 就是經常都說 你香港做那麼多東西 喂 現在 做一檔東西在北京 那就想賣掉你了 那就是又是送這個condom給你啦 那就是現在你看到一樣東西 最緊要就是說 他講到明這裡呢 經常都說 量力而為 那現在量力而為 那這個證券交易所裏面 你這樣做一個北京證券交易所 就是你那些紅色資本 去到美國裏面 美國都不要 叫你走 北達子 這個中共呢 亦都是阻止這些 在這些紅色資本 擁有一些數據呢 都說不讓你去美國裏面上市 就是 夾水 那現在呢 哪個來 哪個來這個叫做北交鎖呢 阿水呀 阿水 阿水來還是烏鷹 烏鷹都不來啦 那你經常都說回 最緊要一樣東西而已 你中共口口聲聲 經常都說外國勢力 那你現在這個北交鎖 那我當你不 北交鎖啊 北京交易所 還是北交易呢 北交易的場所呢 那北交易是 不同你的外國勢力 不讓你的外國勢力買啊 還是歡迎你的外國勢力買呢 那很明顯 如果你做這些正經交易所 你不歡迎這些外國勢力 你怎樣融資 怎樣集資呢 是不是 你看到就是 一件事 外國勢力看清楚 例如現在你中共 這個習近平上台之後 特別是現在這個時候 缺水缺到你要充公 這些富人身家 還要搞這些藝人 那這些外國勢力都知道 你如果買了這些政見 放錢進你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 就是等於有入沒有出的 那一定是怕的啦 那最終怎樣呢 最終就是左手交右手 何為左手交右手呢 你見到就是找鬼買嘛 就是鬼就是鬼佬啦 鬼佬都不買 鬼佬都不買的 最終最重要的是什麼 啊 謝霆鋒說得明 他說他本身都是中國人 那這些證券 這個北京交易所 最終就是找這些 中國人買回 是不是 叫這些藝人 還是想留在中國的藝人呢 那叫他買回 叫謝霆鋒買 買這些北京證券的股票 甚至叫成龍買 是不是 好簡單的嘛 就是你看回現在 習近平上台之後 他說的東西 他做的行為 都很明顯看到 習近平呢 他裡面呢 他自己呢 就非常之恐慌 他經常都說 他有沒有得連任性問題嘛 做一系列的舉動 就知道他說的東西 就知道他現在是 就是習近平 他相當之害怕 個人意見 獨立思考講完